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在周二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外国对手和恐怖组织正在以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方式将美国作为攻击的目标 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午餐会上表示 FBI正在努力防止ISIS附属组织ISISK等恐怖组织发起的协同袭击 雷说包括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在内的外国恐怖分子 在声明和宣传中再次呼吁袭击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犹太社区 外国恐怖组织威胁以及在本国境内发起协同袭击的可能性 就像我们几周前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ISISK袭击一样 现在越来越令人担忧 这一警告发出之际 专家预测伊斯兰国将试图对美国发动袭击 周二雷还谈到了来自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威胁 他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对全球通信至关重要的水下电缆 雷说俄罗斯政府继续大力投资网络行动 部分原因是他们将网络视为跟上我们步伐的非对称武器 俄罗斯继续以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 包括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水下电缆和工业控制系统 我们看到俄罗斯对美国能源部门进行侦查 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他在演讲后还接受了提问 并在演讲中猛烈抨击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削减联邦调查局预算5亿美元的提议 他说削减联邦调查局的预算是让我们倒退的一种形式